是嗎?好 好,那麥克莫交給Kaefer 好的,時間 好,開心今天大家非常用力的在參加我們的黑客松 然後我們現在的時間想要請大家拿出你的手機掃一下我們的那個QR Code 這份是我們的影響力問卷就是希望可以讓每個參與的人可以給我們回饋說 你在這樣的社群參與在這個活動中你收獲了些什麽 然後也可以給今天來提案的專案一些回饋 好,然後如果你是用電腦的話你可以進到今天的活動共筆頁面 然後往下滑會有 好,ok 大家可以慢慢的寫 那我邊講一下 下一次大宗是3月2號 我們預計沒意外可能會在台大裡面的一個空間舉辦 然後那天是臨時小學校的決選在下午的時間 所以除了團隊們會有分享 這次也會有Call for Japan的U22去年的入圍獲選團隊 他們會帶著學生團隊來跟我們做交流 所以是會很精彩的一天 那應該在2月初就會開放報名了 所以大家有想報名要趕快報名 然後呢 大家在邊寫的時候呢 我邊講一下 就是 那個JulinV黑客送一直是靠大家的募款跟定型地人等等的方式在舉辦的 然後我們現在其實有一個方案 應該是一直以來都有 就是大家可以每個月用一個披薩的披薩盒 一盒披薩的錢 然後贊助JulinV黑客送 那很開心是我們前陣子 本來是一個月本來只有一萬六 現在有開始到兩萬了 但距離我們的目標還有滿長的距離 然後我們希望每個月至少可以募到八萬塊 讓黑客送可以持續的進行 所以如果就是你現在還有些疑慾或是 對你想要捐的話呢 可以掃這個QR Code就非常小 跟剛剛的不一樣 那好像太小了 等一下喔 有掃得到嗎 好那有電腦的人也可以幫我點後面 我有放那個我們定期定額的連結 然後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也可以找 找周松的志工跟職工詢問關於定期定額的事情 好 那我們最後就是把時間先留給大家 然後我們再填個一分鐘 等一下那個豆腐會來做最後的收尾 好 然後另外大家知道快過年了嗎 然後在場各位感覺是要包紅包的年紀 哈哈 然後我們這次呢 周松團很貼心的做了一個紅包袋 然後裡面還有一張很像錢但不是錢的賀卡 然後你可以放進去就會獎輩說 哇你今年包的好厚喔這樣 可是拿出來是一個很棒的祝福 對那外面的那個紅包跟賀卡都可以拿 然後 藝人就是拿三份 如果你有需要更多再說這樣 然後這設計是黃映設計的 對然後 外面等一下結束可以拿 然後最後的提醒等一下交給豆腐 我會提醒什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OK 第一是等一下你填完那個影響力問卷 然後要離開的時候記得把警神放到我們的報道處 然後你的名牌可以留著 因為我相信大家應該下一次還會再來吧 就是下一次都可以再用 然後再來是紅包袋也可以記得拿 那如果外面還有一些飲料茶點的話可以帶回去 然後另一個是每次幾乎都會收到大家的那個失物 離失物 所以等一下記得把自己的東西收好 然後如果地上有些垃圾幫忙麻煩 撿起來丟到外面 OK 然後 因為我們今天有些桌子蠻重的